大家好 欢迎收看修手旁观新鲜事 做过火车的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在夏天热的怀疑人生 但一上火车就会冷得直大哆嗦 感觉直接从夏季进入到了冬季 为什么火车上的空调温度要调这么低呢 根据铁路局规定 火车内的温度一般控制在24到28摄氏度 火车上的冷气是通过中央空调 给所有的车厢统一送风的 所以为了方便进行管理 一般都是设置为自动控制 温度低于24摄氏度后 就会停止继续的制造冷气 按理来说 这个区间是人体感到最舒适的温度 但是在夏天乘客多数都是短袖短裤出门 而且在车厢里都是坐着的 没有什么运动量 还有人在睡觉体感温度就会更低了 当然这个问题铁路局当然也考虑到了 但是火车上人员嘈杂吃泡面的 肯压薄的抠脚压子的 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 自然就不太好闻 把空调开得低一点 可以更好的去除异味 而且逢年过节 有的车厢里面的人特别多 能让车厢的温度提高不少 如果火车上的温度过高 处于这样一个人挤人的环境 人就特别容易烦躁 温度低一点 冷着都不想动 人也就安静了 要人能时刻保持清醒 以此警惕小偷 这样看来铁路级的这样操作 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